詞曲 李宗盛 謝謝大家 會在綜藝待五年我也覺得蠻訝異的 就是很多人在綜藝給我有很多問問 然後讓我有每個禮拜就覺得 許綜藝好像還算是開心 HELLO MIKA LAS 恭喜你們終於等到這一天 可以在台灣跟大家分享你們的喜悅 希望呢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們都可以如此的在一起 然後一直開開心心快樂的在一起 祝福你們未來新生活可以去做生日 HELLO MIKA LAS 恭喜你們結婚 然後讓我們一起參與你們這麼幸福的婚禮 祝福你們到國外能夠一切順心 然後兩個人的愛情能夠熱情長久 祝福你們就是到比利時之後呢 就是一路工作都很順利 然後因為出門在外還是要彼此互相扶持 然後注意安全 Lars Please take good care to Nick 然後Nick No fighting 我會很想念你那個三八的樣子 然後也不會忘記你在熱動瑜伽怎麼整我 然後就是一切都是祝福你們 平安順心 然後有空就回來 看我們 恭喜Nick Lars 你們即將到國外發展 那我想Nick老師最開心的應該是 比利時沒有蟑螂的件事 在這裡先祝福兩位在國外不管工作還是生活呢 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那也別忘記要常常跟我們分享你在國外精彩的生活喔 掰掰 Hello Nick 恭喜你們 然後這次在台灣順利的結婚 我上次三家女的婚姻覺得很開心 然後覺得現場很多祝福生 希望你們有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剛剛Denise說要就是我們前面錄一些 然後讓偷偷的錄 然後不要讓你知道 可是我剛剛跟她說 我沒有什麼東西好不讓你知道的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想要告訴你 就是好好保重你自己 然後你知道的有什麼事情隨時可以找我 就這樣子 親愛的兩位老師們 很開心 能夠見證你們 愛的之路 那我希望你們 子子之手 與子接狼 那在這邊 我只想看同一小處的地方 我只想跟你們說 不管你們在任何的地方 一定都有我的祝福 你是要去比利時 還要跟你說話 這樣就不妙了 哈哈哈哈 是怎樣 你就要去比利時 自己要照顧身體喔 阿姊給你準備 起雲運光賽 給我這個拿照片啊 雖然一定是沒得生 燒開 起雙鯉運光照片 起雲 我想說你應該是十二月才會去比利時 所以我把你準備了 欸 冷冷吧 好 不要太想我 Over 欸 你可不可以把標價塞一支 還有390 而且這是正牌的嗎 鐵牛運光散嗎 鐵牛運光散應該有牌子吧 它應該是 它應該是有個特別的牌子吧 誰在乎 你買盜版的給我 就是啊 有一分鐘我事情就很奇怪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去走 就是在去中壢之前我從來沒去過中壢 大概我沒有越過桃園 以南吧 對 所以我第一天到中壢的時候 這什麼鬼地方 也沒有啦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每天要這樣通勤我會累死 我就立刻去找一間房間 然後就住就就就就在中壢待下來 所以一個禮拜要在中壢待四天 然後其實老師這個工作其實聽起來好像蠻 蠻光鮮亮麗的就是 然後你們就是可以就是指使別人啊 欸 十下 胸太小肚子太大 二十下 對 所以 但是其實這個工作其實蠻寂寞的 沒什麼朋友 所以我大概很多時候 最後的結果就是跟 就是跟學生變成好朋友 對 但是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好像我的朋友裡面只剩下學生你 哈哈 然後 老師喔 蛤 老師喔 他其實就是我的姓XX 哈哈哈哈